哈喽大家好,我是姚竹 我在新西兰,现在是2020年的4月15号 新西兰的最大的感染羁群 现在目前追踪起来就特别的麻烦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奥克兰现在不是有一个女子学校 叫做Mars这个一个中学嘛 它现在不是目前新西兰最大的一个感染性的一个羁群 现在已经达到了93人了 前往前不是还说80多人吗 现在已经达到了93人了 然后现在目前是这样 只有15个人是学校的教职工 其他的这个包括学生家长啊 监护人啊 朋友啊或者亲戚 都是这些相关的吧 肯定 但是关键的现在是卫生部门 卫生部门不知道这个羁群的零号的这个患者 到底是就是是谁很难跟踪到 三月底呢 就是校方说 要跟踪到教职工和750名学生以外的这个病例呢 就变得特别的困难 明天呢 总理将会说出就是三级警报的一个指导的意见 就是说哪些店能开哪些店不能开 这样的一个关于营业的情况 大概率呢就是下周三 我们会降至这个三级的这个警报 因为下周三的话应该就是我们本身预计要解封的日子啊 总理呢还宣布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本人 然后还有就是政府各部长 还有就是各公共部门的首席执行官都会降薪20% 大家知道新西兰的总理挣多少钱吗 之前我看到过他差不多是四十五六万四十六七万一年这样的一个工资 另外呢说反对党也会同时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减薪的情况 之前不是说有一个神秘的这个神秘的聚集性感染吗 就是所有的聚集的这些点不是都被公开了吗 但是有一个呢是三十五例病例的这样一个神秘的聚集 目前呢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感染的一个集群 现在新西兰一共有十六个这样的感染集群 但是政府不是一直都没有公开这个详情吗 卫生部之前其实不是有两个信息都是没有公布的吗 但上周日呢其中一个就是感染集群已经被公布了 就是说是奥克兰的一家照顾治理障碍人士的一个护理机构 也是听起来挺心疼的哈 然后对于掩盖信息的这样一个就是聚集信息的聚集感染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掩盖呢 就是卫生部总盖是说其实这只是一场就是男性就结婚结婚典礼之前 新西兰有个男生的单身party有个女生的单身party 你是在这个结婚之前的这个男性的单身party上 这个情况 但是同样是派对就是有的怎么就公开 有的怎么就不公开呢 这是个谜啊 因为之前不是说南岛有这个婚礼的聚集性感染也公开了 然后在Mahamata有这个party的这个聚集性感染也公开了 那为什么这个就不公开呢 所以就是新西兰的英文媒体 它是通过这个官方信息法 向申诉专员提出了紧急的申诉 要求解释为何卫生部拒绝提供这样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是不错的 好吧 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今天的天气风没有那么大了 然后也是一会晴天一会阴天的 先来午时没事就上网那个看网页 随时再跟大家来聊 拜拜